宝团的宝箱 我们凭什么不能拿 都要讲点道理好不好 今天我就要带着大家 去搞了宝团的老窝 就在地图的这个点位 有一个属于宝团的日志 这可给我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宝团支爆宝箱的埋藏 这不挖不知道 一挖吓一跳啊 带好跑图的角色 毕竟拿别人的东西 跑快点人家才抓不到呀 一共有六个点位 可以先截图保存一下哈 并且它是没有任何提示的哦 第一个就在日志旁边 就可以挖出一个精致宝箱 继续跟上我来到第二个位置 这里可以看到两个盗宝团成员 就在他们脚下可以挖出第二个宝箱 拿完之后赶紧拔腿跑 然后我们继续走 去到第三个点位 这个埋在风树下面 实在看不到的宝子 可以开元树视野哈 然后我们马不停蹄的去第四个点位 这里同样有两个盗宝团成员助手 拿了宝箱就可以跑了 然后我们去第五个点位 这个也是在风树下面 直接挖掘 第六个点位在这个位置 还是在风树下面就能挖出一个宝箱呢 这个是点位 大家快点去拿 不要让大宝团发财呀